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炎热的夏天已过去 踏入二十四节气中的航路 近这个星期都很明显感受到天气转良 最适合就是约亲朋好友郊游行山 今天就带大家行飞鹅山 首先我们在井兰树巴士站下车 再沿违逆顺境四段 穿过井兰树村上山 村里面有不少分叉路 不过就有标记指示大家方向的 细心观察都不难发现 但记住在村内找路的同时 要将音量收拾 千万不要乱闯私人地方 离开教堂 我们便会去到碩士马路 别以为这样便走完 其实现在才开始上山 我们要一口气地登上532米的东阳山 是一段急斜的上山梯级 绝对是考验体能的一段路 大家记住要带水 觉得累就要好好休息 最重要是量力而为 在东阳山下山的一段路 会出现不少碎砂碎石 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觉得太危险 可以不用勉强自己攻顶 因为跟着下来的观景台 都一样有美景观看 大约两个半钟左右 终于由井门树 上到飞鲁山观景台 整段上山的路段 绝对不轻松 尤其是在大南湖路 转上来那段山路 非常多梯级 直至走到上东阳山 才算是有个check point 让大家休息一下 看看风景 但是上山的风景非常漂亮 东阳山可以一边看到沙田 大为火炭的美景 而另一边又看到西贡的风景 而反而飞鲁山观景台的风景 就没有那么开弱 但是它有个资讯牌 会标示一些 看到的风景是哪些地方 对于一些地理知识 不太丰富的人 是一个很好的资讯来的 飞鲁山的山景 一直都那么出名 有不少人会选择驾车上山 但是亲身行山 付出过汉水 才去欣赏的风景 是最美的 在丈山欣赏完风景 就要下山了 不少人会在飞鲁山 欣赏完风景之后 就选择完遗亦顺境 下池云山 这样是比较轻松 但是整条路以马路为主 沿途就少了风景 相对来说比较闷 视乎大家辛苦上山之后 想轻松一下 还是想上多一个山顶